根据广州市强化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,广州白云机场从6月8日起已实施对所有在6月7日12时之后的国内出港航班旅客进行健康码绿码和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。 为了方便旅客解决因核酸检测证明不符而物击的问题,白云机场增设了现场核酸检测点,旅客及周边居民都可以来此进行核酸检测。 与众不同的是,这个检测点拥有极快的检测速度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负责采集旅客核酸样本的医护人员片刻不停,十几秒钟就完成一次采集。 高峰时期一小时完成了超过150次采集。 为了提高速度,现场采集的样本每一小时送检一次。 集装箱列英号移动检测车也驶入白云机场接收样本,并在车内完成检测。 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现场,里面每天有两个班次,一个班次五个人,我们24小时提供服务。 到目前,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采样,9点钟送样送过来,每小时送一次样。 据介绍,这台列英号移动检测车日检测产能为5000例,单管每天,提供24小时新冠病毒检测服务,并承诺采样后4到8小时出具核酸检测报告。 据统计,截至6月9日晚上7时,已累计采样近1000例,平均4小时出具报告。 最快的一位旅客仅用了2小时40分即拿到检测结果。